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早兩個星期 朱克伯格的表現非常令人反感 不僅限制了特朗普總統的發言權 而且還要修改WhatsApp的私隱條款 激發出一場網絡革命 來到今天到底那個成效是怎樣 根據MeV發言人自己所說 他們的社交平台 在過去這個星期增加了250萬戶 其中一半的用家就是來自美國 另外一半就是來自世界各地 我相信有很多其實都是來自香港的用戶 所以大家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至於這個朱西伯格就繼續作惡多端 根據保守派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他是積極地配合FBI的要求 供出了 參與1月6日 國會山中激烈示威活動的部分示威者 那些個人資料 所以這個人根本上就不會保障 用戶的權益 以及是私隱的 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了這個朱西伯格的惡行 根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由於在1月6日所發生的很多事件 似乎都是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所組織 因此 FBI要求Facebook提供有關 參加了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的 部分用戶的數據 包括了是他們的私人對話訊息 以及就是他們的IP地址 電話號碼 和Gmail的地址 其中一名被針對的用戶 叫做Chris Kelly FBI就已經對他的Facebook帳戶 發佈了搜查令 這位用戶竟然在Facebook 被人周到他說這些話 他就說 他將會和一名前紐約警察局的職員 以及一些驕傲男孩 那些組織成員在一起 這個將會是他一生中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而且他還跟另一名Facebook用戶說 要在華盛頓特區那處 注意安全 並且提防Antifa組織的成員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這位Facebook用戶 他就真的非常粗心大意 而且是疏於防範 缺乏網絡安全的意識 老實說他要參加一些激烈示威活動的時候 就不應該 預先在Facebook那裏 打出這樣的文字 你起不時是把自己的行蹤暴露了 你知道Facebook上一定 就是有些人 是搞不答八的 是會把你的對話截圖之後 拿去篤灰的 所以我經常都 跟一些朋友說 說你們在網上所說的任何東西 你首先就當他是 等同於你在彌敦道拿著大聲公說的一樣 你要確保得到 這句說話說了出街 被人流出去的時候 不會對你自己構成一些負面影響 你才好說 或者你是承擔得起那個後果 你才好說 如果不是 最好在任何的社交平台 包括MIV MIV你都不知道有什麼人 是人都可以加入的 最好就說什麼呢 那些芙蓉風雅的東西 那些是人速無害的東西 那些就算你被人截圖 拿去所謂篤灰 總之對自己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些就不怕說 你說什麼參加示威 或者是不知道什麼活動 或者是其他敏感的內容 那又何必說呢 說完之後又沒有什麼益處 純粹叫做發洩了情緒 或者不知道怎樣 那些就很無謂 因為你的Facebook 一定是會有些無謂人截圖 這件事大家都要警醒 所以我也提過很多次 有些人收到BNO以後 他就猛地在Facebook那裡 興高采烈地打開 我收到了 你收到就收到了 你知道現在的政權 是要針對BNO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那麼高釣 那個BNO 你收到就怎麼辦 你告訴別人 其實那些藍絲 就是會截圖的 你不會確保得到 你身邊的朋友 是黃還是藍 有些你不知道 Facebook有些人加了一千幾百人 你加那麼多人的時候 你又去說 你收到就收到了 收不到就說找人求助 無可口非 收到就收到 現在有七十幾萬本 收到就怎麼辦 你如果在這裏亂說的時候 喂 一會兒有些藍絲 你又不知道他是拿來做什麼的 其實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 在Facebook也好 在MIV也好 或者什麼平台也好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謹言神行 很重要 很簡單 比如說你做公務員 你都已經孫了一輩 你還有什麼好說 你最多貼貓貓狗狗 食物的照片 那些沒所謂 那些被人截圖 就算被人家拿去投訴 沒什麼好投訴 吃東西而已 除非你吃東西 上面 又整個口號上去 那就難說 普通吃東西 那些沒什麼好投訴 如果不是 大哥你又說敏感的東西 隨時就很麻煩 我不是叫大家做犬儀 而是 這是很切身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到的 除非你不是打工 你退休人士 沒所謂 退休人士 就已經是 說什麼都得大了 如果你那份退休金 就是政府出的 你又要小心一點 又要 總之現在 沒有辦法 大家都要盡力 保障自己 千萬不要虧了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 就是 有些人經常以為 用那些即時通訊軟件 比如說 Telegram 或者是Signal 那樣 那就非異常之安全 因為它有些所謂月後積焚的功能 那些對於民間來說 就很安全 對於你老公老婆來說 拿起你的手機去查 就查不到 但是對於執法部門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有中職的 如果他要查起來 到最後全部都查得出 所以有些人就不要掉以輕心 或者是高估了這些 即時通訊軟件的安全 沒有東西是安全的 你看一下去年 到現在為止 有多少人是用Telegram 說了一些 不是很應該說的 被人拘捕了 大有人在 我就發現 反而那些比較年長的人士 他們對於網絡安全的防備 警覺性是高很多 因為他們就覺得 沒有東西是百分百安全的 所以他們就會處處提防 他們的人生月曆夠多 他們知道沒有東西是絕對 只有相對 反而有些年輕人不是的 別人告訴你安全 你一直在那個平台 亂說話 過了底線 那些是不行的 到最後全部都查出來 何必呢 是不是 所以 就算你說Signal也好 什麼都好 喂 那些東西叫做適可而止 你自己欣賞 你一定要合法去說那些東西 有些是無謂的 不要說 什麼群組 什麼那些 三九不認識 幾百人 幾千人 加入你的群組 那些更加是危險 這件事其實我都說了很多年 不過有些人硬是不相信 你看看報紙燈出來的消息 那好吧 說回這個MIV MIV的下載量就是急升 在上個星期 就已經新增了250萬的用戶 一半是美國人 一半就是海外人士 這個MIV的發言人就提到 全世界的人都紛紛地離開Facebook和Twitter 因為大家都受救了這些公司的無情侵犯私隱 敵視自由經濟的模式 政治偏見 以及新聞監控 他其實就用短短幾句就總結了Facebook究竟有些什麼弊病 你現在MIV是一個新的平台 當然有很多東西都有待改進 我都說過了 嘗試給他一些機會 給他一些時間 來改善一些功能 剛剛開頭當然有很多脫漏 當然有些人就說這個MIV不安全 不安全就當然了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絕對安全 如果你認為MIV是不安全的 其實Facebook不一樣是不安全 這些是找來講的 還有如果你認為一個平台是不安全的話 就放少一些私隱東西上去 你說一些普通的東西 發一下普通的言論 那些反而是沒有問題的 又不能夠完全不說話 老實說現在MIV的內容是很少的 因為他用戶就比Facebook少很多 所以 其實都要靠用戶來創造一些內容 如果完全沒有內容 大家只看的話就不行 因為上去都是空白的 或者那些貼文都很舊的 沒有東西好看的 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讚的 是什麼呢 就是MIV它有一個錄音的功能 我都試過用 原來都挺好的 就是 平時我們在Facebook那些貼文 就要用字打出來的 或者是貼圖 或者是貼一些短片 那MIV它就可以錄音的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功能 這些是挺好的東西 你Facebook遲早就抄了 我猜看別人有這些功能 那好吧 講到MIV的App市的下載量 在香港的App Store和Google Play 曾經是上過榜首的 這件事已經是印證得到 其實在上個星期 新增的125萬海外用戶當中 我相信有不少都是香港人 大家看到了 陸續有很多大戶 比如說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等等 都開始有遷移他們的 平台去到MIV那裏 這是好事來的 大戶開始在帶動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過去 我們這些人微言輕的 當然喊也沒什麼人才 所以我又在最後這個時間呼籲一下 各位益友要記得 關注我們MIV的專頁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